比特币盘整过后还会继续向上吗 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 请随我看下去 我们先看到四小时的图表 那其实我们在此处呢 已经俨然走成了一个双底形态了对吧 但是它在颈线附近的位置 非常模糊暧昧 它还是没有选择出一个方向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呢 我们就是在颈线的位置受阻了对吧 那我会认为呢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压力位 是在两万三左右 大概在这个位置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细微的变化 那其实我们在前期呢 已经有蹦出过几根 量能配合非常明显的这种阳柱 所以你说我们只涨到这个地方 就开始 我们就结束了 就开始回 就开始往下跌 并且跌破前低了 这还是蛮不现实的 所以我们现在呢 如果想做空人应该稍微忍耐一下 再等待 如果有更多空投信号的话 再接入 那如果说是想做多的人的话呢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这条下降趋势线 这一条下降趋势线 如果说你是想做多的朋友的话 如果你现在已经持有 底仓的多单 那么可以考虑在 突破这条趋势线的时候 小小去加仓一下 或者说 还没上车的朋友 可以考虑在这一段线多 不过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下方的量能 其实在六日都是如此的 在六日它的量能 都会极致的缩量 所以 如果要做任何操作的话 其实等到星期一 CME开盘之后呢 它出来的方向 才比较有可能是真正的方向 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个 比较有趣的事情 就是 昨天有位朋友呢 他就跟我提到 必然现货所放出来的量能 然后我一看 我才吓到了 大家可能对于 这根量能的 这个级别 可能是没有什么 应该说 没有一个比较的标准 那你可能会觉得说 这根出来之后 那前面的量能 都变得非常小 其实前面的量能 也非常之大 只是因为我们昨天 所放出的这根量能 它实在是 大到完全无法想象 它是我们 自从312以后 放出最大根的单根K线 你可以发现 它的量能是在这个位置 它甚至比519 放出的量能 要来得更高 直接逼近312所放出来的量能 那我们来观察一下细微 看一下这个量能 是如何被组成的好了 你可以发现呢 是我们上涨过后的回调 然后呢 而且它在这里 它其实走出的是 0.382回调 你看 我们从 这里 起跳嘛 那回调 到0.382 我会认为 这非常标准 你可以看 上涨过后 回调 382位 那有人就在这里 抄了底 那它抄底的 它抄底拉起来的 这根仰柱呢 也是蛮不错的 它就放出来了 非常非常巨大的量 表示 有人在此处啊 你可以看到 这是现货的交易队 有人在此处 用了USDT 去大量的 抄底的比特币 那当然哦 可能是有一些 资金很大的人 他已经在这个点位 大概2万左右 考虑来抄底了 不过我个人呢 在这里确实我有抄底 一小部分 不过 我还有 其他的部分呢 是要准备做定头的 或者说 有我之前说到的 几个信号之后 我才会进场抄底 不过我们可以 从这里就可以发现了 是有人在币安 用USDT抄底的 而且非常大量 这个绝对是完全正确的 好 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以太坊 其实以太坊 它走的这个 样子呢 它是比较规范的 也就是 我们看到比特币好了 其实比特币它的 颈线啊 跟之前的核心压力位 它是比较无法契合的 对吧 我们还是可以大概的画出 这个压力的位置 也就是21,600 21,700的位置 那上方是 23,000 OK 那以太坊呢 它就 非常的 平整 你可以看到 它前期就是在此处 大概 1260 左右受阻 对吧 你可以看到 在这里 然后呢 在这里 然后还有现在这个地方 所以 以太坊的双底呢 它可以说 是走的比较典型的 一个形态 那如果说 它 它往上突破了 我们的双底颈线的话 或许是一波 短线做多的机会 那 我们一样可以参考 这个下降趋势线 来去调整 我们的仓位 OK 那如果说 你也想参与 这些交易机会的话 我最推荐的交易所 就是Buyway的交易所 它是我换过 这么多间交易所以来 无论从挂单深度 顺滑体验 交易界面 都是我用过 最好的交易所 没有之一 下方还有更多 头部顶尖交易所 我保证是全网 返还比例 最高的交易注册链接 也非常欢迎各位 可以加入 Discord社群 跟大家一起讨论行情 拜拜